嗨,大家好,我是肉妮 今天非常的激动 因为很久没有出现过让我那种特别想做的内容的素材了 但是昨天GG推出了一个节目 叫做Game of Gold 黄金之战 这个新的系列,首先我看到阵容我就很期待 然后看到内容的形式呢,更有意思了 是一个真人秀加上Poker实战的形式 就非常有创意 所以呢,我就赶快来做它的第一期 并且他们也只出了一期 我们先看阵容,然后和大家讲一讲赛制 同时做一些我自己视角的解说 因为版权问题,我只能用幻灯片的模式 会摘取节目中一些重点来聊 同时加入我一些自己的思路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玩家,大家肯定都不认识 包括我自己也不认识 我也会做一些搜索,给大家补充一些信息 节目刚开场,第一个入场的玩家叫做Kevin Martin 是一个加拿大职业牌手 锦标赛累积的奖金400万美元左右 他同时也是一个Poker主播 在玩家入场之前,要在一个摆满了16张牌的桌子上选一张牌 来决定以后自己的战队 第二个入场的玩家叫做Josh Aria 锦标赛奖金有1200万美元 有6个WSOP的金手链 第三个入场的玩家是Kaya England 美国女玩家 锦标赛奖金接近100万美元 赢过一些中型级别的锦标赛 第四个入场的玩家是Daniel Kitts Jungleman 入场的造型也是一如既往的符合他妖娇的性格 这个人我们当然都非常熟悉了 全能型的选手 锦标赛奖金有1400万美元 还有两个金手链 同时他的现金局也很厉害 单挑也很厉害 线上线下都是全能的 第五个入场的帅哥叫做Lucas Robinson 英国人也是一个扑克主播 锦标赛的成绩只有4万多美元 但是他只有24岁 显然是没有太多参加比赛的经验 不等于他的水平就不够 接下来入场的是两个长头发的人 左边的美女是印度职业玩家Nikita Luther 是印度第一位获得过WSOP金手链的女玩家 锦标赛奖金50多万美元 右边的其实是一个狂野的帅哥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英国职业牌手Charlie Carroll 我还在会员频道里专门出过三期视频 去聊他的打牌剥削型的理论 他的锦标赛成绩有960万美元 除了poker内容以外 他还经常会聊一些人生思考 世界观价值观的东西 所以因为他很爱表达自己的观点 观众对于他也是非常两极分化的态度 接下来入场的是法国玩家 尤翰有Viral 他不仅自己打牌 也会发一些打牌的视频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现场打牌的时候 经常就实话不动了 行动很慢 也引起过一些非议 但是单说技术来说 他是不错的 下一个玩家是德国职业牌手 Fiddle Horse 这是毫无争议的 史上最强锦标赛玩家之一 奖金达到了4000万美元左右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 他是史上累计锦标赛 奖金最多的人 但是他年纪轻轻的当时就觉得 打牌对他来说挑战已经不够了 就退役了一段时间去创业 所以后来排名就下去了 但是他最近又重新回到了Poker事业 他现在还是很年轻 但是在Poker界的地位已经非常高了 我也非常期待他在这个节目里面的表现 下一个选手是乌克兰女玩家Alga 他的信有一点难读 我就不尝试了 锦标赛奖金64万美元 显然有Viral是很喜欢他的 觉得他非常漂亮 如果这是一个中国的节目组 制作的综艺节目的话 那肯定之后要搞CP了 这个玩家我现在不太了解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下一个玩家是美国职业牌手David Williams 锦标赛奖金930万美元 有过一个金手链 其他选手入场之后互相看到 都是打招呼 聊一聊你抽到了哪张牌 结果问到他的时候呢 他不告诉大家 说这是秘密 显然耍心机目前是全场排名第一的 接下来出场呢 是我的观众肯定都非常熟悉的Andy 他曾经也做客过我的节目 瘦下来的Andy还是挺帅的 这个介绍也很有意思 未知的锦标赛成绩 不过下面写了 因为他是专业打高额深马现金局的 那么现在作为这个节目的观众 看到他参加比赛 我个人是很难不带入一些感情色彩 为他加油的 我们期待一下 下一个入场的是Jason Kuhn 也是目前世界最顶级的锦标赛选手 奖金接近5200万美元 可以看到一堆的锦标赛成绩 像这种排技很牛逼的扑克玩家 一般他都是冷面杀手 再厉害一点的可能是朝鲜冷面杀手 但是Jason不一样 他在排桌上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角色 经常会在那种很沉闷的锦标赛排桌上 带来话题 所以他一入场呢 也和大家就很快聊起来了 还顺便调侃了一下查理的背心 接下来是马来西亚职业牌手Michael Suiza 几年前伴随着传奇扑克的火热 Michael也是横空出世 锦标赛奖金直接达到了1460万美元 一堆的比赛头衔 即使前面已经出场了这么多大咖 但是下一个人出场的时候 现场的人还是说了 传奇中的传奇 加拿大职业牌手Daniel Nagroni 他应该就不用太介绍了吧 所有人应该都认识 锦标赛奖金5100万美元 我认为呢 他除了打牌以外 最值得被称赞的 还是他对于Poker不断学习进步的态度 他曾经被称为牌桌上独人机器 史上最强独人玩家 但是从GTO打法出现了之后 很多人本来觉得他会被时代淘汰 结果他开始很快地学习GTO 然后奋起直追 维护住了自己顶级牌手的身份 另外他对于Poker这个游戏的传播 也是全世界贡献最大的几个人之一 当我以为Daniel都已经压轴出场了的时候 又出现了一个人的背影 而且这个头发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职业女牌手Maria Ho 台湾出生在美国生活 锦标赛奖金460万美元 Maria她的身份确实是很独特 她应该是Poker圈里面 最有代表性的亚裔女牌手 十多年前就在公众事业里面非常的活跃 她自己也开玩笑说 虽然我知道我自己看起来不像 但是我已经职业打牌18年了 除了作为一个Poker的职业牌手 她还打很多混合的牌局 还做现场解说 祖局等等 所以身上有很多的标签 这个节目组也是很会做人 把她排在了Daniel出场之后 那么16个选手就都介绍完毕 按照他们分别抽的牌 分成了4组 这个比赛的赛制是这样的 他们会经历4轮不同形式的比赛 最后这16个人里面 只有第一名 会赢下全部的45.6万美元的奖金 而剩下的15个人会空手而归 胜负的方法 就是靠前面的游戏里面去赢金币 然后最后一轮的比赛呢 会把金币1比1的兑换成筹码 最初每个人都是20个金币的开场 那么第一轮比赛的模式是以组为单位的打Sit&Go 也叫SNG 不了解SNG的观众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V型的竞标赛 就是几个人按照竞标赛的方式开始打 输光的就被淘汰 那么现在有4组 每一个回合呢 都是每组派一个玩家上场 和另外3组里面各派出一个成员 所以4个人代表4组去打SNG 然后每个人都要出场一次 所以要打4个回合 但是呢 这个规则会因为每个人出场的顺序不一样 分量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回合里面 4个人当中 打第一名的人会获得30个金币 第二名20个 第三名13个 第四名6个 而第二回合里面 第一个人会赢40个金币 就比第一个回合里的第一个人多10个 然后后面名次的人 也都会比对应第一回合里面的人得到的金币更多 我们看第三个回合里面 第一是50个金币 第二都能得到31个了 第四回合的金币数量是隐藏的 所以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很大的跨度 我呢 很喜欢这个设定 因为Poker本身 它就是一个在已知一部分信息 未知一部分信息的环境里面做决策的 所以这个规则呢 也很符合Poker这个游戏的特质 那么在四个回合结束之后呢 金币最多的一个团队也赢了这个比赛 所以突然呢 这就变成了一个团队的游戏 我们知道Poker玩家 基本上都是单兵作战的强者 很习惯了在这个零和游戏里面 把自己一个人做最正EV的决定 然后去剥削其他所有人 Poker牌桌上 我们没有队友 全是队手 把自己做到最强 剩下的就交给运气就可以了 但是在这个赛制里面 如果你自己很强 但是你的队友都很弱 或者运气很差的话 也没有用 所以这个赛制 又与Poker牌手非常习惯了的本性产生矛盾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四组的成员分布情况 我个人认为呢 从账面上来看 也就是从锦标赛成绩这个层面来看 肯定是左上角的黑桃组 和右下角的梅花组更强一些 黑桃组这个Fiddle House和Charlie Carroll都非常强 有Viral呢 可能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Luther我不知道他的水平 可以观察一下 但是当看前三个人已经很强了 红桃组呢 Andy我们都知道 专业打现金局的 而且是超深马现金局玩家 所以我不知道他打短马的SNG经验怎么样 Williams呢 虽然锦标赛成绩很好 但是主要成绩都是十几年前的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还厉不厉害 另外两个玩家目前都不太清楚 方片组呢 Daniel Case刚才说了 全方面无死角的玩家 另外Maria Ho和Aria也都还可以 我相信在运气还可以的情况下 是可以和其他队里的高手打一打的 英格恩的我就不太知道了 然后是梅花组 他们的配置和黑桃组很像 前两个玩家都是顶级水平的 Soyza虽然没有到那个分量 但是他毕竟是职业锦标赛选手 所以这种SNG本来就是他的强项 Martin怎么样我不太知道 我们可以看一看 但是光前三个人也是已经很强了 那么在知道了四个战队的配置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如何决定 排手出场顺序的 红桃组的出场顺序是 第一个Alga 第二个Andy 第三个David 第四个Robinson 方片组刚开始讨论的时候 英格恩就表示自己已经非常紧张了 他非常不想遇到Fido Horse 然后Maria半开玩笑的批评他 说你不能用这种心态去迎接对手 比赛嘛我们一定要觉得自己最强 不过从账面上来看 英格兰的确实是这组里面四个人最弱的 所以他也是义无反顾的就第一个出场了 其他出场的人顺序我们之后再说 黑桃组刚开场 就是从非常理性的GTO的角度去分析出场逻辑 很快就决定了 Luther第一个出场 然后是Uvaro Charlie Carroll Fido Horse 基本上就是从账面成绩上 由低到高的出场顺序 梅花组制定的过程就很随意了 Martin拿着纸跟Daniel说 我们这样吧 Michael先出场 然后我 然后你和Jason谁决定第三第四都行 然后Jason一边玩手机一边说 我都无所谓 Daniel说我也无所谓 最后两个人是靠猜手决定的 Daniel第三 Jason第四 其实如果从节目效果上来说 如果预计到了大部分的组 都会最先派女排手出场第一个回合的话 我会很期待Daniel先打第一回合 但从场上聊聊天应该都能挺好看 那么真正的比赛现在开始了 第一个回合的四个人是 Luther Orga England 还有Michael 七手忙住是一万两万 三十分钟生忙 每个人七手筹码二百万 也就是一百个大忙的深度 第一手 England在Button上拿到了七九同花open Soyza King Queen不同花 因为是四人拙 所以完全可以三bet 不过他只是跟住 翻牌 Quin68两个梅花 Michael中了顶对 结果他的两个队友 Jason和Daniel都表示非常不喜欢这个情况 Daniel说 这种牌我们中顶对很难赢大抵持 但是要输的话经常是输大抵持 Maria作为England的队友 主要工作就是一直在后台去喊中五或者中十 显然是非常有经验的气氛组 England的Cbet和三是Kat Soyza这里完全可以check race 但是他只是跟住 转牌一张不相关的方片三 Soyza继续过牌 England打了130K Soyza这里虽然依然可以check race 不过他还是跟 也没问题 看到这儿呢 Jason就开始说 我开始喜欢这手牌了 和牌发个三怎么样 Daniel相对就比较谨慎 他说如果和牌要是发A的话 然后England大尺度的诈呼出来怎么办 Aria作为England的队友 就一直在祈祷 和牌发一张红桃五吧 然后和牌就真的出了红桃五 Soyza继续过牌 现在底持470K Maria觉得这里打一个350K比较好 Aria呢 建议打一个超持530K 不过England和他们两个人的思路都不太一样 只打了250K 也就是半持出头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尺度Soyza是不可能弃牌的 也不会race 都是跟住 所以和牌上输掉了250K 这手牌虽然Soyza输了 但是Jason还挺乐观的 他说其实这手牌 我们没输多少 按说应该输两倍这么多的 也就是其实他们都认为 应该的合牌打小了 确实我认为350K或者530K都合理 但是250K确实有一点措施价值 下一手 Luther的枪口 Queen 9童话Open Alga拿到48黑桃 三败的出来 这个节目效果也是拉满了 后台坐着一堆GTO打法的玩家 全都看得很激动 回到了Luther 其实这里四人桌 Queen 9童话是可以跟的 不过他想了一会儿弃牌 位置劣势的话也没问题 看完这一手牌 Daniel说 我觉得Alga能赢下这一场 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们先记住这句话 Daniel觉得Alga能赢下这个回合 下一手牌 英格恩的King 9不同花Open Sysa拿到口袋Aces 3bet Alga Queen 7同花看了一会儿 可能有点想法 但是还是气了 Jungle说 King 9不同花这种牌 现在就应该气了 但是英格恩的还是跟了 Jason也是很不喜欢这个跟注 Daniel甚至说 这个跟注还不如4bet回去 翻牌19-6两张黑桃 英格恩的中了一张9 那么这个牌面上既然中牌了 一般都不会一枪气牌的 Sysa更是很凶的 在460k的底池里面 直接打了350k的Cbet Daniel也很惊讶 他怎么打得这么大 又开始考虑 哎呀 如果英格恩的All-in推后来的话 Michael有没有可能气牌被炸呼掉呢 我不知道Daniel是真的 一直这么小心谨慎 还是为了节目效果 但是Jason直接说出来 他不可能气牌 没有人在这个牌面上 打了350k以后还要气牌的 然后英格恩的跟注 转牌黑桃4 现在同花成了 不过Sysa有一张黑桃A 所以不是很怕 英格恩的过牌 Sysa很快的推了满池的All-in 这个情况我们看一下 其实英格恩的 还真是有可能会跟的 也因为这个可能性 把他的队友都吓坏了 不过幸好最后他还是气掉了 然后Auga就问Sysa 你是不是在炸火 Sysa说 如果我是代表自己打牌的话 我其实不介意告诉你 但是现在我得为我的整个团队去考虑 只能做最正EV的事 所以现在我不能告诉你 下一手牌生芒了 变成10k 30k Auga口袋2在Button Open 有60多个大芒的深度 Daniel看到这个Open 表示还是很看好他 觉得他有很好的Poker直觉 这个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但是毕竟这种直觉的东西 是Daniel的强项 Intern在小忙拿到了King Ba桐花3bet 这个3bet完全没问题 然后Auga转身问Intern你有多少筹码 结果Intern完全没有准备好 显得有一点慌 但是Auga还是很快气牌了 他可能就是看出来Intern的整体有一点紧张 所以故意问一下来试探他 并不是打算真的要跟住 Daniel看到了这一面 又夸了一下Auga的现场能力 说如果他可以招的话 很希望把Auga招进自己的队里面 反正就是一直在夸他 下一手 Auga在枪口A2桐花Open Soyza Queen Jack不通花在小忙跟住 然后Andy转身问Robinson 你喜不喜欢这个Queen Jack不通花的跟住 Robinson说他看过Soyza打很多更深的牌局 这种不通花的牌 Soyza不喜欢做太多的3bet 这也是我在会员视频里面反复强调的 这种牌如果通花和不同花都去3bet的话 频率会太高 所以拿通花的牌3bet 不同花的跟住其实是很标准的 不过这种跟住的结果呢 就是把大忙的A4通花也放进来了 如果Soyza是一个3bet的话 Luther大概率是会弃牌的 这也是为什么小忙跟住会很难受的原因 经常是要么弃要么3bet 不过现在呢是一个四人桌 所以跟住也是合理 翻牌King Queen Jack彩虹面 Soyza中了两对过牌 如果说有的时候呢 即使翻牌发出了自己的范围 也可以不Cbet的话 那么其实现在对于Orga来说就是这么个情况 但是她还是Cbet了 Soyza也是很谨慎 只是跟住 转牌不相关的一张4 Soyza继续过牌 Orga也过 基本上就是放弃了 结果合牌发出来了一张10 Soyza没办法继续过牌 现在后门花也成了 不过Orga这里中了顺子 那不是很怕后门花 打了半吃出头 然后Martin在后台说 这是一个很容易的棋牌 但是Jason却认为没有那么容易 他觉得Orga这里是有什么 17通花 18通花来诈呼的 客观从组合的角度来说呢 确实是有可能 不过我认为在这个桌上 Soyza的两对还是可以更多棋牌的 主要还是看对手 那么Soyza也是很快的就棋掉了 然后他自己说 一般来说 在这个牌面 我在合牌上都会打一个阻挡住 不过这手牌我没打 看来是省钱了 他这个话说出来呢 就挺有意思的 因为他刚刚说过 为了团队的利益 他不能透露信息 结果现在就在对手没有问他的情况下 他主动说出来了一个 这么重要的打法策略 不知道是有什么深意 然后David评论说 这四个人之间的打法和氛围 会和最后一个回合 出现的四个人会非常不一样 我确实也很期待 最后一个人的四个人会打成什么样 下一手牌 Soyza A8不同花Open Orga King 10不同花 在小芒想要跟住 但是想了一下就气了 这个就跟刚才Soyza的Queen Jack 不同花在小芒差不多的意思 Daniel表示比较惊议 但是Jason说 这个气牌很正确 确实在这个四人桌子赛制上 跟住气牌 三bet都是可以接受的选择 英格恩的Queen Jack同花 在大忙跟住 不过这里同花的Queen Jack 我会更倾向于三bet的 不过翻牌就直接出了A83 Soyza直接中了顶两对 幸亏英格恩没有三bet Soyza这里Cbet了四分之一 英格恩现在两组后门 面对这个尺度 肯定也是跟住 转牌出了一张Jack 英格恩中对了 Daniel建议Soyza打半尺 别把英格恩的打气牌了 然后Soyza就精准地打了一个50%的尺度 两个人也是很有默契 那么这个尺度 英格恩应该是要跟的 合牌出了后门的童话 但是Soyza肯定是不怕的 而且他还有梅花拔 打了三分之二的尺度 这个尺度我认为虽然不大 但是我以为英格恩是会气的 这里应该是一个有A就跟 没A就气的情况 不是很值得去抓 不过英格恩还是跟了 然后Soyza说两对 英格恩非常抱歉地对天上说 Sorry 显然也是在跟团队道歉 这一手直接把Maria打上头了 需要闭目养神一会儿 这个节目就是把这些顶级选手 在场外做的一些评论 建议和调侃 做到了一起就很有意思 下一手又生亡了 变成2040K 英格恩拿到口袋Jack 然后他们对局又开始激动了 Soyza口袋5跟住 Luther拿到了Ace Queen铜花 现在后手50个大忙 然后Jason说出来了 他预计的所有人的行动 他觉得Luther会3bet 英格恩会拿口袋Jack 4betall in 然后Luther会跟住 但是呢 Daniel说 不会的 Luther面对4bet 他会弃掉自己的Ace Queen铜花 这个说法显然是惊呆了Jason 因为Jason认为 这里Ace Queen铜花都是要接的 然后Daniel解释说 肯定有人跟Luther说过 尽量不要拿最后一名 所以Luther如果面对all in的话 他会弃牌保存筹码 现在的问题是 英格恩会不会用口袋Jack 4betall in 然后呢 Luther3bet到了500k 是一个比较大的3bet 那么英格恩这里没办法了 面对这个尺度 一脸的无奈 只能是all in 那么现在就到了Jason和Daniel 有分歧的地方了 显然Aria也是认为 Luther肯定是会跟的 但是Luther想了半天 并没有马上的接all in 然后镜头就切给了Fido Horse 他说啊 因为刚才我跟他说过 不要拿最后一名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真的是惊呆了 Daniel连这种东西他都能猜得到 因为这完全是打牌 完全是GTO之外的东西 是一个纯人性 他都能猜到有人会说这句话 这个局呢 是每个人思考时间是30秒 给一个金币可以再额外想30秒 然后Luther就放弃了一个金币 继续思考 然后最后他就真的弃牌了 不得不说啊 我刚开始学Poker的时候 那时候看到Daniel的视频里面 他对牌桌上其他对手 那么精准的读牌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神乎奇迹 但是后来我自己打多了 有的时候我也能猜中 就觉得这种毒牌 其实没有那么神了 但是Daniel这里能读到 Feedlehouse或者其他人 对Luther说过 不要拿最后一名 这句话 并且真的导致Luther 气掉了A-Screen童花 我真的是很佩服 真的太牛逼了 Luther这个A-Screen 不同花如果气掉 我可以接受 A-Screen童花 我也以为会接的 然后后台 作为英格纳的队友 Maria和Aria 两个人欢呼高兴的 不得了的时候 Jungleman在那 毫不关心的吃饭 面无表情 好像势不关己 Feedlehouse问Luther 你气掉了什么 英格纳的问 是A-Screen A-Screen A-Screen 口袋10 还是A-5童花 Luther当然是没有告诉他们 因为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信息 这里把A-Screen童花 或者口袋10 气掉 不是不行 跟和气都是合理选择 只是正常和紧一点的区别 都合理 但是如果你让对手知道了 你会气掉A-Screen的童花 那么直接就证明了 这个牌桌上 你不想赌 你不想拨动 你只想打得稳一点 活下去 那么抛开一些理性的角度 去讨论 到底应不应该跟 如果A-Screen的童花 你气掉了 那么你这个 求稳的心态就暴露了 那么可能就会有 更多的人来诈呼你 来推你all in 就会有更多的 被剥削的空间 所以Luther这里 肯定是不能告诉对手 自己气掉了A-Screen童花的 下一手 英格的90童花open 他的牌还真是不错 Luther King 4童花 在大忙跟住 翻牌非常刺激 Queen Jack 10两张梅花 Luther组合听牌 虽然英格的这里 也是带队挺顺 但是毕竟是 底队和挺下顺 Luther都是默认的过牌 然后英格的也过牌 但是A-Screen表示 很不喜欢这个过牌 然后转牌就出童花了 A-Screen也是很庆幸 英格的翻牌上 没有C-Bet Luther继续过牌 英格的打了一个 三分之一的下注 Luther只是跟 合牌出了第四张梅花 大家一般看到 这个第四张梅花 第一反应都是觉得 这张牌对Luther不好 但是Charlie Carroll和U-Viral很快的就指出 不一定 因为转牌被跟了以后 现在英格的对时 几乎没有什么摊牌价值 一定不领先了 所以会导致英格的会更有机会 诈呼出来 果然Luther过牌 英格的就真的拿起了筹码 在400K的底池里打了300K Luther这里也是不用Race 没有必要 因为你Race出去 很可能拿不到梅花Jack的价值 被跟了就是一个梅花A 下一手 Soyza在Button Queen 3童花Open Alga拿到了S-Jack 在大忙 只是跟住 其实这里应该是大概率三bet的 翻牌 S-King5两张梅花 还有一个方片 Soyza C-Bet的三分之一 Feedle Horse希望Alga这里能check race 但是Charlie Carroll认为 这里check race会非常的激进 并且预计Soyza会连开三枪 Alga会连跟三枪 那么我们看看会不会这样 转拍一张黑桃时 Alga继续过牌 他实际上打了三分之二的底池 结果合牌就出了铜花 那么这一切就出现变数了 如果是一张不相关的牌 我认为Soyza会放弃 即使他打了 Alga基本上也都会跟 但是现在出了铜花了就不太一样 其实是给了Soyza希望的 有可能会让他更愿意偷 而Alga也更有可能会弃牌 所以这里大家都很紧张 Alga也是继续过牌 然后Soyza在840K的底池里面 打了600K Jason说这一枪没准能成 但是Daniel非常淡定的说 Alga这里不可能弃牌的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Jason和Daniel两个人 每一次的看法都是相反的 我也认为这里打出去 有不小的机会能诈呼成功 至少不是浪费筹码 然后Alga开始用现场读人 非常强的第六感 看了一会Soyza 然后没用多一会他就跟住了 这个牌 Alga跟住和弃牌都合理 但是我必须得感慨两件事 第一是他跟住的速度 我认为不是不能跟 但是应该是一个比较痛苦的抓机 而不是很快的跟 Soyza看到对方跟住以后 也是非常自信的说 哎呀你有童话 我什么都没有 给人感觉Alga就是像有童话跟的 结果当Alga说出来 自己只有一张A的时候 Soyza也是露出了一个非常佩服的表情 觉得这个抓机好像有点牛逼 第二个我要感慨的是 我们都知道Alga是有可能跟有可能气 但是Daniel是如何能那么确定 他一定会跟的 这是不是还是跟他现场读人 对人的判断和理解比我们更深入 那么这个抓机成功 而且是一个大抵持 Alga对的人肯定都是非常激动的 Robinson当时也是觉得Alga会气牌 这手牌之后 我开始慢慢的同意 Daniel最初认为Alga会赢下这一场的判断了 这手牌之后又生忙了 Alga的Ace King不同花 Open160K Daniel现在后手只有900K的筹码了 也就是11个大盲 拿到了Ace 8不同花 很快的all in 这个情况虽然不理想 但是all in也不是问题 Soyza的King Queen不同花 和Luther的Ace Queen不同花 都是秒气牌 Soyza气牌没问题 但是当Luther秒气牌的时候 把所有人都惊带了 Alga团队的人 当他们看到Luther只有15个大盲的时候 认为他肯定会接的 觉得Alga这一手能吃掉两个人 太爽了 结果人家Luther直接是一个秒气牌 这么回头来看 Feedle Horse当时跟Luther说的 不要当最后一名 这个锦囊妙计还真的是有用 虽然之前那一手气得有一点紧 但是这一手真的是救了他 英格人的团队的人 看到这个A8不同花 已经觉得输了 也都庆幸Luther可能会陪着自己一起输 结果人家是个秒气 给Aria看的是一脸的懵逼 Andy也是说 That's crazy Maria也说 That's insane 两个人都表示太夸张了 然后Charlie Carroll说 What a sick fold 有Viral说我完全不能理解他是怎么弃掉Ace Queen的 但是我太喜欢这个结果了 这个视角就非常有意思 后台做着无数个职业拍手 每一个人都对Poker有自己的理解 对现场的局势有一些自己独到的分析 现在他们作为观众 打法之间也是有巨大的碰撞 所以我非常喜欢看他们的反应 那么接下来您猜怎么着 配合着非常激动人心的音乐 第一期戛然而止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赢了 我只知道我看得很爽 这一期视频已经很长 我也不多说了 预知后事如何 第一 可以加入我的会员视频 里面虽然没有这期节目的更新 但是有对Poker成系统的教学 会对新手有非常大的帮助 第二 我认为这个节目是非常精彩的 能看懂英文的观众 可以去看原视频 喜欢看中文的观众 也可以等我出视频 我呢 很久没有遇到过这么精彩的节目了 所以一旦更新了的话 我会第一时间做出视频 给大家更新 OK 那么我们下期见